除了罗东一岁节以外 宜兰市的乐活节 同样是为了8月3号 所登场的采接大游行 动员1500位的社区民众 一起来制作道具以及面具 而是公所特别请来老师 在西民社区活动中心 开办了创意工方 要教这些团队制作面具 提早为乐活节做好准备 手上拿着自己做的面具 谁说我们上了年纪的婆婆妈妈 只会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老师的指导下 替自己做采接面具 颜色 造型都自己搭 看起来就像小朋友的作品一样 天真活泼又可爱 面具啊 这个就是女红嘛 牛头嘛 牛头 就是与童话故事里面 想象出来的 再变化 再随便贴 这样 宜兰乐活节将要在7月19号开幕 一直到8月3号用大采接来宣告结束 今年有37个采接团队报名 人数将近有1500人 而活动要使用的道具 人偶 团队都必须自己想 自己动手做 在新民社区活动中心的创意工方 团队在6月底陆续进驻 为狂欢乐活做准备 尤其是社区 我们这次总共动员的37个单位 人数高达1500人以上 那每个社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色 他们累积三年的经验 每一个人的面具都用素材 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做成不一样的造型 带起来 游行起来非常热闹 期待大家来宜兰 跨宜兰国际乐活节 一定给大家惊奇 可以期待惊喜的一个表演 创意工方会标出什么创意 就等乐活节最后高潮 展现给大家欣赏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曾博道